也是啊 我也把你穿着 来 这是啥 啊 这是什么 拍六吗 老秦和他的好朋友们 老秦后脚又跟着重复了一遍 而且二傻不要跳大傻的答案 两人加起来八百个心眼 你就感觉那八百个心眼 没有一个是十型 你说过这些话你能记得吗 我记得 我记得 老秦和喜秦 他俩是不是没找到地方 他都没有我聪明 那他怎么说像是 死鸡硬背吧 死鸡硬背吧 我哪没看到这段话 他吹死鸡硬背 他今天本来就瘦了 他那背我 我跟你讲老改了 又过干又残 哇 太感人了真的 这个太感人了 对 这个我 哎 真的很感人 最提供的度给你的那一刻 你知道吗 就是得到了一些 真实 有点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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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瞄准了哈 你看那个这个我很有印象呢 你自己不知道这表情 我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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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给我恶心的 哈哈哈 但确实他只有劲儿 他只有劲儿 但你没 你没有多 其实没有 你没有你认为的你那么承认 谁跟你说的 就是 嗯 不要回忆 反正就是 就是没有必要回忆 就是 确实 确实 反正非常感人 夸扎就给我背起来了 完了就 蛮强跑 很感人的 你都 这不 正常男的都很 嗯 只是他不行 对 对我这个 只是他不行 很很很很感人的 可到处讲我 阿叔您来舞视频 来个个来看看 我看看 但是你套住我了 你看我看看第一个 我看第一个 哎呦外卖来了 哎呦太好了 碎吗 碎 哈哈哈哈 你真挺爱看 我这我真看好一遍 我刚刚看 你可能 我圈子 然后咱们俩一起 哎呦 我觉得这个 这段不错 这个是不错的 哈哈哈哈 说自己的表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看 但是你套住我 好了啊 哎你们生活中 能接受这种 戏剧化的台词吗 哪怕是在 刚开始热恋 或者表白的时候 只有你们两个人 嗯不太能 不太能 也不行 这种话数比较少了 因为这种就是 因为这个题目 给到我的时候 我脑子里也是这种 但是你套住我了 那你不说他 我说不来 我可说不来 我脸儿行 哈哈哈哈 你说腾了点大 哈哈哈哈 你们有信念感 有信念感 哪有 我听都不行 我听都难受 那我们老演 可好溜上老多这种了 嗯 那氛围合适可以 对因为每个人都这么说 就是所有人都在做这种 说服 对你就不会觉得有难受 尴尬 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要 要心率 心率嘛 看谁心率高 说完以后这个心率谁高 那看谁的心率 看我的心率 看她的心率 那当时谁最高的 她最高 135 她全是那个 好啊 你擅长说甜言美语吗 其实真的生活当中不太会 就是当你的女朋友问你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你怎么说 高元月 哈哈哈哈 实话实说 我喜欢高元月 哈哈哈哈 实话实说 哈哈哈哈 你这也是给人干一愣 嗯 哦是是 我也喜欢她 哈哈哈 对啊 她是不错 那咋整啊你能说啥 那就是男生问你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白羽 白羽 哈哈哈哈 白羽这样的 白羽那样的 嗯 她不是真的想问你这件事 但就是有些 诚实的回答吧 但你就是一些回答 比如说我喜欢你这样的 那也不是 她现在我感觉是 她希望听你描述 她一些美好的品质 啊 就是 那她有啥美好品质 我就说啥呗 那你没说呀 刚才白羽 白羽 哈哈哈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像白羽 像白羽 哈哈哈 那如果你们问别人这个问题 你们希望得到的答案是啥 其实希望得到就是我身上有的 对我有什么 对你你最希望别人说你有 搞笑 就是搞笑 因为我喜欢幽默的 你也喜欢幽默 啊 我喜欢她说我喜欢幽默的 啊 我觉得她很真诚 对 是不做搞笑 那男孩还好 那女孩也希望被说 那我是希望 因为因为 因为我觉得她如果说出一些 大家都有的那些品质 善良 啊 对吧 对我虽受不了人说啥 孝顺 对对对 好烦 我说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品质 这个好烦 那她要说我喜欢幽默的 我说哎 那我当然我觉得 起码同频 对吧就她起码觉得我是幽默的 嗯 真觉得两个人如果真的要在一起 就能乐到一块去 是一个特别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是吗 是啊 是啊 你不希望她看穿你幽默背后的一些脆弱 哇 一定要这么合适 嗯 其实有 就是有的时候会 就你这 看时间长晚 对 还得是不能光幽默 不能光光 拿我当邪星呢在这 对对对 今天跟你演出 对对 不是那肯定得是有这一部分 还得有更深入的一部分 对 这几天李雪芹的恋情被吵得沸沸扬扬的 咱就是说 谈就谈了 干嘛遮遮掩掩的 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 李雪芹在圈内的口碑也挺稳固的 除了主持 你好 还和毛不易一起开辟了毛雪旺这档综艺 不仅是北大高材生 唱歌方面也是可圈可点 一起来听听吧 第一首《像我这样的人》 在今年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上 李雪芹演唱了这首歌 而且他和毛不易是好朋友 不知道他们两个谁唱的更好听呢 第二首是他和潘伟博演唱的《跳蜜》 是他极少的说唱作品 像李雪芹这样胖胖的女孩 怎么和谁在一起都有CP感啊 吵得最欢的还得适合王建国 智商不相上下身材也旗鼓相当 可终于还是观众错付了 那你俩谁聘那时候 你问的这么直接吗 对 你不折一下吗 这么突然吗 一点就说不要回转一下 我快完事了 你也没扑 没有人让提啊 是啊 那我 你说吧 你说吧 你俩其实交流的多吗 在底下的时候 也不少的 没那么多 没往那边的交流 我俩就交流稿子 第三首是他和金志文演唱的《乘风破烂》 反正这样 我不是你的新郎 放下车窗 他的金表太亮 路还很长 你的钻戒在手上 我的眼泪滚滚烫 一个二杂也都不过了 拿了衣服 虽然是一个情景喜剧 但林雪晴的声音还是很响亮的 尤其是在整个节目中 不仅没有让观众出席 反而带来了不少的快乐 第四首最美的太阳 你好 星期六全体成员 李雪晴算是节目中坚持最久的女主持了 这也是她敬业的表现 而且因为她的智慧还被称为浪漫的神 说出的话总让人感动不已 这是一种非常浪漫的相遇 这是来自宇宙的浪漫 那我觉得更浪漫的是 我们抬起头可以看到数万年前的星光 然后转过身上就可以看到彼此 最主要的是她能看到别人的闪光点 当孟子义全往黑的时候 她看到了孟子义的美好 孟姐像 不太恰当的比喻 像菩提树下 孕育出的一棵 一朵花 不知道你对李雪晴是什么样的评价呢 欢迎留言评论哦